下面给大家即将介绍的这个号的本人是一个在互联网上一个有超级名气的一位人物 他的知名度比梦幻西游所有的谷歌加起来还要带有知名度 他是以电子竞技文明发家 然后同时呢 这个战队呢也是由这个电子竞技战队组成的 他们可以在梦幻西游里找到电子游戏找不到的感觉 因为电子游戏充钱不能让他们变强 但是梦幻西游是可以的 这个号的号主呢非常的暴力 其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我觉得很多指挥很多操作手和他们有关的商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本人到底是谁了 肯定不是不是开哥的老婆悠悠啊 三个字母啊 欣赏一下他们的装备 他的武器啊是一个梦幻西游最顶级的武器啊 即便在无级别领域跟千张无级别枪也丝毫不不逊色 各有千秋的950伤害 必中武器 好先来看一下这把武器欣赏一下 超级伤害超级命中 17段宝石 必中绝杀 无级别限制 飞花我山专用减11点命中 欢舞特应原造型 降魔玉鼠玩家22339545专用啊 强不强 啊他现在的门派凌波城 所以说要需要减去11点命中啊 用1000 1113啊 再减去一个呃 10点命中 再除一个三加上个5826 这把武器953.66啊 所以说他跟千伤无级别也已经丝毫不迅速了啊 因为这把武器是全种族啊 900啊 魔族加啊 魔族加仙族啊 双种族109级最火爆的凌波城啊 啊 反正除了天机城不能用的话全都能用了 所有的主流门派 953的啊 无级别加必中的武器 腰带 这样的武器应该一定带的是无级别愤怒腰带啊 一定是无级别愤怒腰带 都在别把你的爱好当饭吃知道什么叫做专业吗这个叫做专业对不对人家玩英雄联盟的什么雪装肉装什么节奏啊什么频率对不对 玩一个回合制游戏对不对就感觉对不对一个穿越过来的人玩一样他们对梦幻秀的理解可能要高于目前所有的版本啊所有的指挥 所以说无论他的腰带是什么他带的一定是对的是不是有道理啊 150的一定就是白板无级别啊16段啊顶多17段 好17段白板高防御无级别帽子啊 17段白板高防御无级别帽子啊 这个帽子说起来对不对经我的语气甚至还有点旗帜啊 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对不对金宝石钱就要达到15万以上的啊 一个帽子 来啊 香料的话是一个野兽加神农啊 这是对不对呃不追求无级别的情况下神农的特效呢可以使药品增强 但是现在出了特性药啊 其实还ok 鞋子的话是无级别啊 这个无级别的话熔练还没有熔练完啊 鞋子的话不算高属性啊 150的无级别 鞋子啊一个无级别衣服立体双加啊 跟那个慈航衣服咱们看一下慈航衣服的出入属性的话等于380多啊 呃43816乘以12 啊减去438衣服的出入属性246 熔练了21点防御267的防御 双加的话综合熔练两点加36再加21再乘一个1.5 再加上267这个衣服的话355啊 衣服的出入属性是355啊 一定是一个40多万了啊 立体双加啊 仅次于利敏 不过他腰带写的也还行吧啊 如果腰带的话 我觉得他队友的话应该能套啊 耳式啊 看一下耳式 耳式的话戒指啊 戒指的话是4伤害 这4伤害很高啊啊 27再27再加上一个10再加上个10再加上个13啊 戒指爆了10点伤害啊 戒指爆了10点伤害 戒指的话大概得2020多一点点啊 20多一点点啊 第一次伤害戒指卖了40万白板 这个戒指爆了10点啊 20多万是应该是一定有的 20多万一定有了啊 啊 这个耳式是爆的很多 耳式爆了11点 上面是法伤的啊 呃 呃 然后服饰零食套装呢 都是气血方钢啊 这个零食时段没花招啊 这个零食时段速度24极限没有花招啊 4个格子啊 然后再看一下他的宝宝啊 超级神狗 嗯 对不对 因为一个短视频啊 火爆全网啊 啊 无视反镇啊 三下啊 三下每下都可以包庇杀 物理攻击降低20% 40%的几率三连啊 12技能常规的一个吸血鬼啊 这种宝宝就算很常规了 这只宝宝只能算到烧霜啊 这只虚名也只能算到烧霜啊 可以看到这个号的定位呢 是以娱乐为主啊 然后装备呢 对不对 核心的装备 衣服非常好 武器非常好 零食的话 七张还非常好 然后的话 右白的零食也比较完美 但是零食套装没有打满 啊 确实是一个新号 这个号可能也就玩了几个月的时间吧 啊 几个月的时间啊 嗯 我可以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